Hello 今天咱们来修一张显卡 这是一个微星的卡 很霸气啊 微星的RTX3090显卡 标签还在 我看了一下应该确实是没有拆过的 螺丝上面没有扭过的痕迹啊 看一下这位老哥说的是什么问题 说是能开机 但是会黑屏使机 二手矿卡 大个人是懂矿卡的 我为了避免买到矿卡 索性我就直接买矿卡 OK 我们先给它上机来看一下什么问题 通上能撞 但是灯没亮 能认卡 可以点亮 那我们进系统来看看吧 它说是用着用着会突然黑屏 进的系统我驱动都装好了 先来跑一些简单的测试看看 先跑个甜点圈 看一下多久才会黑屏 这跑了有一段时间了呀 跑了五六分钟了 咋还不黑呢 这个故障看起来不是很稳定啊 时好时坏的问题 这种很烦人 像这种的话最好还是测到具体的问题在下手 这边我都跑了一圈3DMark 这有个把小时了吧 还没黑呢 这好像也没啥通病啊 那只能等它出问题了 等了一会儿它终于黑了 但是没有死机 只是没有显示了而已 键盘灯还是有反应的 我再给它重启来看看 重启之后 看这个代码应该是认卡了 但是没有显示 这是什么情况 莫非是接口出问题了 换个接口来看看 换个DP接口 它又可以显示了 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接口问题 还是它碰巧这个时候又好了呢 这种时好时坏的问题是这样的 OK 现在进了系统之后 立马就黑屏了 它只要出现第一次问题 后面几次故障就很频繁了 看来也不关接口的事 就是出现黑屏之后 再重启的话就不认卡了 你放一段时间再开又能显示 故障呢 大概就是这个故障 没啥头绪 先给它拆开来看看吧 因为它出问题的时候 风扇也没有狂撞 也不像是掉供电了 希望问题可以明显一点 不要让我东摸西巡的 咱们先把板子给拆出来看看 板子说实话 还是比较干净的 看来这个框卡的工作环境还可以啊 这比我见过的很多框卡强多了 既没有生锈也没有鸡灰 更没有腐蚀也没有受潮 整个就一个美女一手自拥的那种城市 先来端详一下供电 不知道能不能在供电上面找到突破口 挨个测一下它的供电哈 先从五幅开始 五幅都是有的 看一下显存供电 还有核心供电 这个是核心供电 这个是显存供电 完了大致的供电好像都正常呀 但是我表皮随手往这一撤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电感没有电压 这个电感呢是这张显卡的PEX供电 这个供电没有的话肯定是不论卡的 其他的供电还在 唯独缺少了PEX供电 那这突破口不就来了吗 肯定是用着用着PEX供电掉了 所以直接就黑屏了 那我们只需要围绕着这个供电电路 开始展开搜索 电感是没有输出的 那就查一下芯片的条件 开启信号第二角 是有高电压的 这个电压已经是有效的开启信号了 12V的供电呢也是有的 还有什么条件呢 还有一个5V的供电 也是有的 那么看起来好像供电都正常了 咱们直接给它换一个芯片 换完之后咱们再来测量一下 这个位置可能是刚刚有点腐蚀 那一块有点 那个导流电有点出油 现在供电就出来了 0.95V高高的 刚刚我发现这边有个电阻也腐蚀了 可能是这个电阻的原因 我就顺手给它换掉了 芯片和电阻都换了 现在供电它就正常了 OK既然一个明显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我们先给它装起来 看一下黑屏的问题还有没有 因为它是间歇性的问题嘛 时好时坏的 你也不知道刚刚那一会儿 会不会刚好处于它正常的状态呢 所以装起来还是再测试一下 之前差不多跑了一个多小时才黑屏 OK可以点亮没问题 接下来就需要一个长久的测试了 我装机箱上开了一宿啊 开了十多个小时挂着游戏呢 都没有再黑屏了 看来问题应该是已经解决了 跑了一宿还没完啊 先给它关机 放个一两天再拿出来上机 看看会不会再黑屏 OK视频到这里那也就结束了 这样的框卡你爱吗